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施雪娇来自河南安阳 我现在是一家小学生辅导机构的校长 各位老师 主持人 大家好 你好 雪娇校长 这个身体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先天性脊柱裂患者 五个月的时候吧 我妈发现我后背上长了一个包 这个包越来越大 从那个伤口里面就是 一直在往外面流那个 脊髓肌炎 对对对 当时医生就觉得 就跟我爸妈说 这个孩子要不你们就放弃吧 然后就是以后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但是我爸妈就觉得 他们 我是他们第一个孩子 不能把我放弃 然后我爸当时就是 跪在医生面前 然后就请求他们能够救我 可能是医生比较感动吧 然后他们就说 那再给他缝合一下这个手术吧 然后所以就 有了现在的我 特别不容易 所以当时那么小其实就受了很多苦 正常的小孩子都在一岁或者一岁多就会走路了 然后我是一直不会走路 三岁的时候才有一天忽然就会走路了 但是走路的样子很不好看 小时候他们都觉得我走路的样子像小企鹅 那后来呢 上学了吗 当时我妈就觉得我在学校里会受到小朋友欺负啊 就没人让我去上学 在家里教我认字 然后读书 八岁的时候就是我有了我弟弟 我妈肯定就是还要照顾小孩嘛 然后他们就让我上学了 那上学以后呢 小朋友们有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你吗 就妈妈担心的啊 我发现可能是我性格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发现同学们居然很喜欢我 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是我爸妈 他们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学 后来又慢慢变成我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带我上学 都是好心人 都是很好的孩子们 对 这种幸福嘛 一直连续到我上高二暑假 突然有一家医院报道 就是有能治疗我这种病的医院啊 其实我们的两边控制也不是特别好啊 就是也很麻烦 那个医院就是在说 能治疗我们的这种情况嘛 然后我就当时特别开心 因为觉得马上还有一年就要上大学了嘛 就是我爸妈准备了所有的家当 还有在亲戚朋友呢 借了三万块钱带着我去医院里看病嘛 然后结果手术完以后我就不能走路了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是我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了 就做起来都很难都很困难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上学了 因为那个楼太高了 那如果不做这个手术是不是还能继续读书 应该可以 是不是还有可能考上大学 我觉得应该可以 其实一场手术也改变了你的人生 其实你们现在看到我的样子特别好 其实我也有特别失落的时候 那肯定是 就是在我不能上学的时候 那一年里其实我过得很不好 特别灰啊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好像只剩下了黑白色 彻底的跟别人不一样了 原来的话 我觉得唯一一样的就是我和别人一样都能学习 在那一年里面 我连我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然后就感觉 好像这个世界都不要我了一样啊 特别的失落 特别难过 怎么熬过来的呀 然后突然就有一道光来了 那个时候我爸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在那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